当你以为轻弹核弹两手抓就可以天下无敌的时候 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偷偷一笑 掏出了最神秘的海下重点 在你屁股后面狠狠地给上一刀 试了扶袖去 深藏公寓名 没错 这就是海洋深处最厉害的杀手 潜射导弹技术 作为世界顶级杀手 能够研发出潜射导弹技术的国家可是寥寥无几 那为什么潜射导弹这么难以研制 今天火力军就和大家好好唠唠 潜射导弹技术到底有多难 科技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核武器的秘密早就被窥探得干干净净 但是对于强国来说 光有简单的核打击力量那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有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才足以威慑对手 目前使用最为频繁的三种核打击力量 那就是陆机 空机和海机了 然而最难的就是海机 为什么说海机最难呢 毕竟这可是在海里啊 导弹可是一个汉鸭子 要让汉鸭子学游泳 自然要花费些功夫 潜射导弹技术就像是导弹中的游泳圈 让导弹在海里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威慑力 潜射导弹技术 别看听起来很简单 那不就是在海里 把几十吨重的导弹扔出去吗 你如果这样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要面对一个精度问题 火力军在这里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是移动打靶精确率高 还是趴握静置打靶的精确率高呢 只要不是用几万发子弹喂出来的顶尖狙击手 肯定是趴握这种静置打靶的准确率更高 潜射导弹技术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作为陆基导弹来说 怎么样命中目标 常规的也是最可靠的方式 就是利用惯性指导 通俗来讲 就是我站在原地 随后瞄准目标 发射导弹就可以了 这玩意儿说实话 没什么很高的难度 不过在深海里就不一样了 潜艇在深海里不断的前行 就像你坐在行走的车里开枪打靶一样 你在不停的移动 靶子也在不停的移动 这就需要非常精密的计算 要不然打歪了怎么办 本来是想打敌人的 这一下没计算好 直接给自己人来了一炮 那友军开着无线电就开始骂街了 当然也有小伙伴说 精度问题不是早早就解决了吗 美国GPS卫星定位这么精准 直接开着GPS能有多少的误差 这样想实在是太窄了 现代战争中 卫星系统虽然难以针对 但是还真不代表对手针对不了 再怎么说人家都动粗了 肯定要做好一个周密的计划 电子战破坏卫星一个都少不了 潜射导弹作为一个国家最顶尖的杀手 一定要具备家都让人给推了 还有反击的能力 所以卫星定位这个时候还好不好使 那就非常难说了 所以潜射导弹必须具有 惯性导航和天门导航的能力 也就是这个小玩意儿 看着天上的星星也能计算位置 从而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 这听起来就很玄幻了 咋还看着星星打人呢 你别说作为世界最顶尖的杀手 没有这点小能力 他分分钟就得被别人灭了 就光这一项技术 没个几十年功力 怕是一般人学不来 不过光有精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你也在水里把导弹丢出来 那才算厉害 但是潜艇作为深海里的杀手 你从深海里探头出来了 那不就是彻底暴露了吗 人家的舰艇不但分分钟把你给灭了呀 当年苏联就曾干过这种蠢事 作为最早在潜艇上发射导弹技术的国家 那时的苏联还没有掌握潜射导弹技术 苏联人傻傻地以为 我没有潜射技术 我把潜艇探个头发射不就完了 我就当潜艇是我移动的陆基设备就好了 然后苏联在实验阶段时 潜艇从水里冒出头 打开导弹发射舱 导弹再立起来加住燃料 随后发射了一枚R11FM导弹 这一套工序简直是复杂的不行 真要打起将来 你举着手跟人家说 你等等啊等等啊 我等我准备好 要不然你就是犯规了 这不是太扯了吗 有这个时间准备 反潜机早就给你来两个大耳瓜子 让你看看夕阳为啥这么红 所以这件事让苏联人成为了笑柄 不过也让人引发深思 这个小玩意儿是不是可以在水底下发射呢 要是在水下发射了 既满足潜艇作为杀手的特性 还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让对手难以防范呢 潜射技术的雏形由此出现 不过很快就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在水里面发射导弹 你肯定要接触两种物质 首先导弹一定要先接触水 随后从水面出来再是空气 不过这里就有个问题 水的密度很大 大概是空气的800倍 那导弹在水里的受力和空气中的受力 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样一来导弹肯定不受控制 有很多小伙伴就说了 火力军你胡扯 人家的导弹都有一个发射筒 先把发射筒打出来 不需要让导弹直接接触水面 等到出了水之后 导弹再从圆筒里出来 这不就完美避免了水压过大 导致无法控制的问题吗 其实确实有这样的发射方法 不过这些都是针对小型的导弹 对于体积较大的弹道导弹 去哪里长那么大的筒 给它罩住啊 本来这玩意儿裸装在潜艇里就不好弄 现在再加个筒 那不就更费劲了 所以弹道导弹必须要具备潜射技术 虽然这件事听起来很扯 不过还真让科学家给办到了 他们用的方式也是相当的简单粗暴 我们拿美国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举例 在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导弹发射舱内部 有一个注满水的小舱室 这里特别放置了一个小型火箭 当弹舱打开发射导弹时 这个小型火箭开始点火将舱室内的水烧热 几千度的高温很快就出现了蒸汽 大量的蒸汽通过管道到达导弹内部 推力推着导弹往前走 导弹以每小时80公里的抽速直接被推出水面 到了海平面上自然有了充足的氧气 火箭会立刻调整姿态 随后点火开始送快递 这就彻底解决了导弹在释放燃料时 由于克服水压和溶解度而导致无法发射的问题 更有趣的是 我们印象中的导弹大多都是尖头 不过在前射导弹的弹头上 我们会发现这玩意儿是个杆头 什么是杆头呢 就是它的源头的基础上 上面又加了一个碱阻杆 这个碱阻杆看起来很滑稽 其实就是在片空气 我就这么大啊 你可别给我太多的阻力 有了这个碱阻杆再配上蒸汽推力 实际上从水面出来这个问题 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水下的压力和阻力可以被碱阻杆摊小 蒸汽推力又可以直接将弹体推出海平面 一整套操作下来 前射弹道导弹才是初步有了雏形 光是怎么样给导弹形成推力 就不是一般国家有这个能力研究出来的 而且这还仅仅是雏形 下面这个问题的难度 可算是让很多国家挠了挠头说 陈器实在做不到啊 美国中爱水上点火的主要原因 当时美国研发出了固体火箭燃料 然而当时的火箭大多还是在液体火箭燃料阶段 固体火箭燃料有着非常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反应快发射时间短 用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来说 当俄亥俄级战略科舰艇发射导弹出水后 导弹如果使用的是液体燃料 那推出水面的一刹那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点火 直接就砸水里了 说不准在水里面爆炸 自己人都得受到波及 所以固体燃料的出现 极大的改变了美国战略核潜艇的 打击能力和打击方式 正所谓百花其放 苏联时期的潜射导弹技术就非常有意思了 苏联正好与美国反其道而行之 苏联选择用液体燃料 作为主要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材料 固体燃料有着反应快 发射时间短的特点 液体燃料与固体燃料截然相反 液体燃料毒性大 反应慢 发射时间长 这就导致苏联当时的潜射技术 只能通过进筒发射的方式 这玩意听起来 不就是发射方式做出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吗 其实不然 要知道发射筒是有一定寿命的 你在发射筒内点火发射 会产生极大的热量 这对发射筒的要求非常的高 并且这种发射方式有一定的风险 毕竟水的密度要比空气高得多 水下发射 无论是阻力 密度等问题都很难控制 这也就导致万一发射时出现了问题 导弹直接憋死在发射筒里 这可是一个定时炸弹 你可以成功一万字 但是失误一次就直接凉凉 所以当美国开始使用了固体燃料后 全世界几乎都做出了改变 开始逐渐使用固体燃料 但你要知道的是 固体燃料当时制作之初 主要是用于航天科技 航天科技可是全世界最高精尖的技术之一 这种技术在小国家中是不可能掌握的 别看这玩意儿小 制作起来却非常的不容易 通俗点来说 就像是我们制作蛋糕一样 先将材料混合在一起 放射在一个模具当中 然后胶筑凝固 放在低温中烘烤 使其固化 当固体燃料固化成为毛坯后 由于模具多少有些缺陷 例如要求固体燃料在两米 但是模具却有2.01米 那么这0.1米就需要打磨 此时的固态燃料并不是安全的 手工打磨的工作人员 那就是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干活 固体燃料虽然是固态 但却很不稳定 一不留神就有可能爆炸 所以说将这项技术成熟 并且运用在实战当中的国家 无一不是佼佼者 小国家那是想都别想 如果你以为 当这些技术都可以解决 我们就不是可以拥有 属于自己的前射导弹了 火力军告诉你 那还差得远呢 前射导弹就像是当今最优秀的杀手 而它的载体就是潜艇 然而普通的潜艇 压根没有这个能力 承受前射导弹 前射导弹在发射的那一刹那 爆发出来的强大能量 是一般潜艇根本扛不住的 搞不好真有可能玩死自己 所以能扛住如此大的压力 并且保证拥有足够战斗力的潜艇 就剩下战略核潜艇 战略核潜艇动力足 载弹量大 是前射导弹技术的最好载体 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你光有导弹技术有什么用 没有核潜艇技术依旧是白搭 对于一个没有战略核潜艇的国家来说 你花费如此大的精力 却搞一个不能使用的武器 各个国家领导人那都不是傻子 这种赔本的卖卖 他们可不干 不过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拥有核武器 却没有很好的研发和反制能力 我们拿英国做举例 首先英国作为有核国家 陆地面积实在是过于尴尬 24.41万平方公里 还包括了内陆水域 这种战略纵深 说实话真不可看的 没有广袤的国土面积 英国的陆基战略核导弹 压根没地方放啊 以俄罗斯为假想敌的话 俄罗斯陆基核弹几乎是全面覆盖英国 英国的陆基核导弹 放在哪都是打击范围内 英国干脆心意狠 拉倒吧 我把武器搬到核潜艇上 当我的核潜艇就在大西洋里 俄罗斯你来吧 我绝对有能力对你组织一场核反击 不过这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英国虽然有前卫及战略核潜艇 但是研究不出来前射导弹技术 英国人抓耳挠塞 没办法了 只能找美国帮帮忙 就这样英国的四艘千位级战略核潜艇 才搭上了美国的三叉戟二第五型舰载弹道导弹 这也就是说 英国这种已经具备核武器打击 战略核潜艇海基打击能力的国家 都没能攻破前射导弹技术的难题 还需要通过美国来帮助 才能成功配备了三叉戟二第五型舰载弹道导弹 这样一想 其他小国家默默一笑 突然发现其实这玩意儿有没有 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毕竟人家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都没能研发出来的玩意儿 更别说这些小国家了 国立军为此也有一个这样的疑惑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小国家偷偷研制出了这款武器 并且可以参与到实战当中 世界格局是否真的会改变呢 如果从战略的角度以上来说 这一点绝对没有问题 能够拥有前射导弹技术的国家 被称之为军事大国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一旦真的有了这个苗头 在政治立场上确定还真的能站住脚 这件事让人引发深思 毕竟从现在的角度来说 能够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寥寥数人 一旦新的国家掌握 在政治立场上一定是被排挤的 毕竟这玩意儿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万一你脑子一热 在我家门口让你的潜艇露了头 我是实在受不了这个恐吓 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你敢说你有这玩意儿 或者说我要怀疑你有这个东西 那你肯定要被那几个头部大佬给制裁一下 看看印度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当时印度宣布自己核实验成功后 为了制衡印度 很快巴基斯坦就宣布了自己的核武器 也实验完毕 这就说明了一件什么事 那就是这个世界格局需要稳定 而掌握世界格局的 往往是那几个大佬级别的国家 所以前射导弹技术到底有多难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真的让一个国家去做的时候 还是非常难的 它考验的不单单是一项独立的技术 而是要求一个国家的航空 核潜艇技术 政治等等因素融会在一起 才能完成 这才是最难的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 从目前这些国家来看 每个国家的潜射导弹技术各有千秋 那么他们在实战当中的表现 到底孰强孰弱呢 我们拿美国俄罗斯来举例 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在发射问题上毫无疑问 美国的发射方式包括材料更加先进 并且安全性也更高 俄罗斯在这里尽显简单粗暴的特色 虽然在后来设计出了 布拉瓦前射导弹系统 此时的前射导弹 终于一干往日液体燃料的本色 开始使用固体燃料 但俄罗斯前射导弹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不够通用化 我们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说 机器作为武器的载体 它需要通用化来满足装载 发射任何型号的炮弹 这样才有利于补给以及维护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俄罗斯的前射导弹并不是这样 从设计之初 俄罗斯或许就没有考虑通用化设计 基本采用了一弹一挺的设计 也就是说 俄罗斯的每个潜艇 所配备的导弹型号都是统一的 把机弹放在了一个篮子里 这不是很尴尬吗 万一真的打起来了 俄罗斯某艘非常具备战略价值的 战略核潜艇被美国发现了 美国透过导弹型号就知道你这个潜艇是干什么的 战略意图一定会被洞悉的 并且这样的设计也非常尴尬 万一俄罗斯再发明一颗更厉害的导弹 这玩意儿装不到现在的潜艇上 看着干着急 没什么办法 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的难受 它只能通过再制造一艘可以装配这颗导弹的潜艇 才能是把这款导弹裂装在海基上 反观美国就非常重视通用化设计 不多不说 美国在标准化这方面做的确实良心 它居然能将最新型号的导弹装备在老一辈的潜艇上 这你感心 美国根本就用不着再打造什么新的潜艇 用于满足导弹装备 这样既节省了军费 还非常的省事 在未来战争中 这种潜艇的打击能力也更加多样化 发挥的潜力更大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虽然各国在潜射导弹技术的发射问题上各有千秋 但在真正实战当中 美国还是更强一点 真不会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 从对于潜射导弹技术来说 火力军认为这项技术对于小国来说 可算得上是鸡肋 因为它需要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力量 这也就导致小国根本没必要研发 不过作为隐形的杀手 潜射导弹技术会是大国最后的杀手锏 一旦战争来袭 即使全国都陷入战火之中 失去了空机陆基的核反击力量 还是可以依靠战略核潜艇上的潜射导弹技术 对敌人发动致命一击 在水晶被推平的那一刹那 让敌人也感受到不屈的怒火 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潜射导弹对于国家而言 究竟有多重要呢 是否无核无挺国家 依旧需要将这项技术提上日程 早日研发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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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